各位玩摄影的 你们应该都认识卡瑟吧 你的第一个UV镜是不是卡瑟 不管是买的还是送的 弹幕先走一波 这些年我和卡瑟有过不少的交集 当然买滤镜也算 还有帮他们测试的新品滤镜什么的 挺多的 但是合作多了也就有点腻味了 因为来来去去都是滤镜 滤镜滤镜 所以当他们再次找到我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心想你们还能做出什么样的玻璃呢 没想到他们这次做出的玻璃还真的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焦距200毫米的折返镜头 这里简单的科普一下折返镜头 传统镜头的焦距越长呢 它就需要越长的光路 镜头的长度也随时变长 折返镜头的原理就是让光线通过镜头前面第一组晶片之后 通过镜头内部的两组反光片去让这个光路反射两次 就延长了光路减少了镜头的长度 同时也因为这块反光镜的阻挡 所以说折返镜头的焦外成像呈现出甜甜圈的形状 非常梦幻 一般的折返镜头都是超强焦的 比如说500800这样子的 光圈一般都是固定的而且不大 用来当做打月亮打飞机什么的评价方案确实还不错 但是试用场景就太少了 而卡瑟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他做出了市面上焦距最短的折返镜头 只有200毫米 这个焦距可用的场景就很多了 比如说拍人像打荷花 还戴上了梦幻的甜甜圈 使用折返镜头拍摄甜甜圈的技巧 首先前景和背景要有比较细碎的点状光源 比如说阳光穿过树丛一点一点的这种光线 或者是晚上远处的灯光 第二个背景或者前景和主体 和对焦主体有比较大的距离 这样子甜甜圈才会更明显 从外观上面看这个镜头 相对其他折返镜头是非常的小巧 极简的设计和风格 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 这个是全金属的镜身 很扎实 重量是430克左右 根据卡口有不同 滤镜的口径是67毫米 这个地方当然它也是一个周光罩 可以拧开的 这样子看更清楚 装在我的ZF上面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还挺协调的 其实不加手柄 我这个是没加手柄的 其实不加手柄 我这样手持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感觉不会觉得很难很难握持 如果你把这个周光罩加上的话 其实也还好 这么小的一个体积和重量 其实我觉得我更愿意带它出门 而且我还不需要三脚架 ZF本身就有一个七档的防抖 在这个防抖的加持下面 手持去拍摄照片和视频 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镜头最近的对焦距离是两米 对焦环的对焦形成是比较长的 因为200F5.6固定光圈的组合 让景深会变得非常浅 所以说手动对焦形成大一点的话 会对的比较精准 而且这个阻尼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啊 对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紧 但是还是挺舒服的 你去练习用最快的速度去 对上焦 然后按下快门 这也是玩手动镜头的一个乐趣之一吧 这样没有CPU的手动镜头呢 装到机身上面 一定要设置好镜头的焦距 这样子机身才能有 针对性的进行防抖 比如说这个镜头是200的 那你们在机身上面 你要设置它的焦距 才能达到更好的防抖效果 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可玩性 真的非常不错 特别是在夜晚里面 灯光星星点点的这种场景下面 一圈一圈的特别梦幻 拍视频更是非常的特别 从拍摄的样片来看 不管是中心还是边缘 这个镜头的锐度还是很不错的 从这几家样上来看 锐度非常棒 焦点上的人物头发非常清晰 但又不是柔和 总体感觉很舒服 即使是在夜晚 ISO已经达到了5000多以上 该有的细节还是有 我们再换到建筑的样片 可以看到不管是中心还是边缘 锐度的表现都相当优秀 它有轻微的暗角 在Lightroom里面 其实把暗角调到50 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了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 在机身防抖打开的时候 机身轻轻的摇晃的过程中 画面的四个角会随机的出现暗角 这个镜头的成像圈 刚好能够覆盖全画幅的范围 在传感器进行轻轻位移 防抖的时候就跑出了成像圈 机变方面从拍摄的样张来看 其实机变是非常小的 几乎肉眼几乎不可见 你可以忽略 折返镜头绝大多数是手动对焦的 所以说拿来拍摄运动物体 真的不太合适 但如果你真的要拍的话 人们可能要从那个地方经过 你就对着那个地方的地面 或者是旁边的 就是同一条 同一个平面上的东西对焦 然后当人马上经过的时候 就高速连拍 因为这毕竟是一台 对高速连拍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总有一张是合胶的吧 小小的总结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镜头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可用的场景比较广泛 画质也是可圈可点的 可玩性很高 不知道你对这个镜头有些什么看法 你是否感兴趣 是不是觉得可以拿来玩一下 可以打在评论区里面热闹一下 这几年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国产镜头越来越卷了 光圈越来越大 体积重量越来越小 锐度越来越高 但似乎其实卷的都缺乏个性 卡瑟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做出了折返镜头 我觉得是真的很意外 而且他能够把折返镜头的焦距做到200毫米 也算是卷了 而且卷出了个性 我当然希望卡瑟的镜头能吸引到更多的人用 也希望卡瑟能够以此为新起点 研究出更多优秀而且有个性的镜头 都卷起来吧 让更多的玩家受益 好了 我是摄影师们少女提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请赶紧的 我们下次见